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这位客人 您是来看衣装的吗 我们家什么样式都有 只要您有图纸 我们保证能给您做的一模一样的 而且价格还很公道呢 这还有男装 剽窃别人家的成衣样式 以廉价布料和粗陋做工来糊弄客人 这就是你们的经营之道 你是来找茬的是吗 你是看我们家生意好眼红是吗 这不欢 请你出去 请你出去 你别动手动脚的 那你去 承天 怎么了 这人说咱们用什么 什么廉价的布料 什么粗陋的做工来糊弄客人 这不胡说八道吗 这位公子 说话可要凭良心 我们店的布料廉价不假 但是做工却不至于粗陋糊弄客人 我 霓儿 你是霓儿 你不认识我吗 我是苏文宇啊 当年谢家被六方 公子请自重 小女霓裳初来此地 与公子素未谋面 公子若不是来做衣裳呢 请快离开吧 听见了吗 快离开吧 公子请吧 咱们坐下 快离开吧 我先去哪儿 你 85 你还在吧 你还在我手里 看我的帅哥 你还在我手里 真好 房间还能再见到你 真好 谁啊 文宇哥哥 是我 等一下 你在干吗 你进来了 文宇妹妹 这么晚找我可是有事 没事就不能来找哥哥了吗 二叔今日还夸奖了你呢 夸我 二叔听说 你主动去找剽窃我们的奸商去了 还着实夸奖了你一番呢 二叔怎么能知道此事啊 自然是我说的 你没事盯着我干什么 你一个姑娘家 在家学学画看看书多好 我就是要盯着你 谁让你不理我的 哦 对了 二叔说我懂织秀 让我没事的时候 去店里学做生意 将来也好帮衬你啊 文宇哥哥 我一定会努力的 将来好成为你的闲内助 我又哪句话说错了 苏文宇今日认出了我 希望他能念及当初 不会去告发我是刘范的身份 爹 爹 爹 您勸勸二叔吧 别让他管我的事了 你二叔他又怎么了 他总想撮合我跟文秀 还安排他到店里学做生意 这不明摆着告诉所有人 你二叔他又怎么了 将来他是要嫁进苏家的吧 这事啊 你吓我一跳 玉儿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和你二叔 本来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我不想娶颜文秀啊 我们也是为了苏家着想 毕竟文秀的家世那么好 况且早年的时候 我就和他 我就和他父亲 为你们致父为婚了 文秀 这孩子不是挺不错的吗 爹 难道人不错 就一定要娶回家吗 那天下不错的人多了 我能都娶回来吗 什么话 那你跟我说说 这文秀 你一直不想娶她 到底是哪儿不好啊 也不是不好 就是我不喜欢 你觉得这个理由 你二叔能接受吗 爹 你二叔 在苏家您才是大哥 为何处处都要听二叔的呢 谁让我这身子不争气啊 自从你二叔涨了权 我就已经成了一个吃嫌犯的废物 我哪儿还有说话的余地啊 儿啊 你现在还年轻啊 涉事未深 将来苏家 还得靠你二叔来操持 嗯 再说 你二叔 膝下无子 他也是一心想栽培你 并无私心 玉儿 就算爹求你了 为了大局着想 就听你二叔的吧 二叔对我有没有私心我不管 但是如果他想作用我的婚姻大事 非让我娶颜文秀 孩儿恕难从命 玉儿 玉儿 表小姐 您千万不要一起入事啊 我家大少爷就那个脾气 从小被老爷惯坏了 但他本质不坏的 等您住久了 您就知道了 可我又何必在这里一次讨媒去 还要整日看人眼色 玉儿小姐 您一定是误会了 我家大少爷只是不会奉承人罢了 再说了 二老爷也不会让您走的 您不如消消气 等过两日二老爷回来 好好说说大少爷 让他给您赔不是 是 你倒是嘴天会说话 要不是看在二叔的面子上 我不想让他老人家为难 这是 就是嘛 表小姐何必跟自己置气呢 一定要做得跟图纸一样啊 我们家你就放心吧 您放心 做得不好可不给你们想啊 好 得嘞 行 接着皇后再来啊 您慢走啊 您慢走 雨晨 这么多订单可够咱们吃一年的了 就是做起来有点辛苦 咱们以三成的售价仿制别家款式 只是让方氏暂时立足的权宜之计 这还是有备为商之道 咱们还是适可而迟吧 若是那些商户找上门来 我怕 你怕什么呀 那是那个叫什么 苏 苏 苏文宇的那个灯徒子 他是不是就是别家商户 派来找茬的呀 原来你们都不认识他呀 苏文宇就是苏氏的大少爷 那 那又如何呀 很厉害吗 这个苏氏啊 世代经商 在这京城里 也是数一数二的商户呢 苏文宇能够继承家业 说明也是不弱的 那怎么办呀 那日咱们可没给他好脸呀 他万一怀恨在心 趁机报复咱们可怎么办呀 事已至此 也只能兵来将岛 水来涂颜了 你去把这个颜色找一下 水来 大少爷 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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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宇哥哥 妹妹在这里啊 一时就没看见 我人虽然在这里 但是在文宇哥哥眼里 从来都没有我这个妹妹吧 最近父亲写信来 盯着我在苏家好好学习商道 妹妹若是想学商道的话 我倒有个法子 什么法子 你整日在这身宅大院里面 偶尔去店里点个某 是学不出什么灵烫 不如我跟二叔商议 把你送去遗和 那里也有我们家的分号 而且掌柜呀 也是一个极其妥当的人 妹妹意想如何 难道你要将我赶去遗和 妹妹这是说的哪里话 是你要说要学习东西的 我只不过是把你送到 最妥当的地方拔了 苏文宇 有你这么待客的吗 简直欺人太甚 我 我要告诉二叔去 是你说要学东西的 告就告 少爷 表小姐将来可是要与您成亲的 您这样对她恐怕 谁说我要和她成亲了 我再听到你们谁满口胡说 统统长嘴 咱们不能让你来 苏氏绸布庄的公子 大驾光临 小女冒犯了 还请见谅 不知公子来有何贵干 我 我想来看看你 公子还是请回吧 尼尔 有什么活我可以帮你干 霓裳与公子素昧平生 实在不敢劳烦公子 若是没什么事 还是快走吧 尼尔 这里没有外人 你我不用再藏着掖着了 公子认错人了 尼尔 你干什么 我熏蚊子 你没看见吗 这讨人血的大猛子你就知道 呜呜呜的 呜呜 哪儿呢 哪儿的 рос呢 hip hip 吞 屈屏 你眼睛 那儿我改身ka了 先下 擠下 你的 你呢也真是的 霓裳 她就是孙公子 嗯 她来干吗呀 她可有欺负你 霓裳 她怎么来了 我给你说 那个家伙一看就是对你不怀好意 你可千万不要搭理他 由他来一回 我就收拾他一回 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可怕 他就是把我认成一位故人了 那我就放心了 春天 要是有人对我这般不怀好意 你会帮我收拾他吗 对 对 对你呀 你别闹了 你这么彪悍 这么霸道 谁吃了雄心 豹子胆反 对您不怀好意呀 说什么呢 别欺负袁翔 我没有欺负呀 我说的是实话 你瞧咱们袁翔 长得又高又壮的 对吧 脾气又不好 说话如狮猴虎啸一般 谁敢欺负呀 袁翔 你这次过分了 我 你这次过分了 我那边就说了 我以后都没有变成了 你这次过分了 我才能死了 你这次过分了 我还我要回来 你这次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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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回来 我给你这次过分了 要同生死共患难 相依为命 这么快就忘了 我没忘啊 可别人不当回事啊 承天 他那是开玩笑 对 又不是真的嫌弃你 你看 你看 你也听出来了吧 他话里话外都是在嫌弃我 这我不够嫌慰 不够温柔 你上来 你别跑 自己弄出来的烂摊子 自己去收拾 上去 怎么收拾啊 快点上去 快上去 是他呀 还有我教啊 快去快去 对不起 我错了 对不起 我错了 我知道你脾气好 你心里善良 好欺负 我错了 mina stranger 我要公开去 秦姆 屠学学生 我说话没有把门的 我说话不过脑子 我错了 我嘴贱 行吗 好啊 太轻了 我错了 我嘴贱 我说话不过脑子 我说话没把门的 我说话不过脑子 我没有把门 行行行行 袁翔 其实你长得不是特别难看 对吧 其实你长得挺好看的 是 其实你长得不是特别不难看 不对 其实你长得特别好看 你看你这圆圆的脸庞 白白的皮肤 一看就是有福之相 一看就是能生儿子 我说什么啊 谁要生儿子 好好好 你生不出 你生不出 你不生 谁又生不出儿子呢你 你怎么满嘴我说 把他两天亲回 你快去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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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欺负我 救我 别让他欺负我 你让他欺负我 二叔 听说你要送文秀走 二叔可能误会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没这个意思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送到怡和去 他要是往家书上这么一写 被你严伯父看了去 我还拿什么脸面去面对他们家人 我这也是为了文秀妹妹好 放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鬼主意 你就是不想扔下这门妻 想方设法再把人家赶走罢了 二叔既然这么说 文秀也不敢编本 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吗 不就是严家从此与苏家老死不相往来 再也不给低价供货了呗 那淮州货商又不止他们一家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什么时候才能懂事 没了严家的关照 那岂止是少了货云的问题 你知道这么多年来 我们苏家被宫市局 盘剥成什么样子了 又是要东西好 又是要价钱地 要是没有严家的关照 怎会有我今日的苏家 那既然宫市局不厚道 我们大可也不与他们往来啊 你说得到轻巧 开宫还能有回头见吗 枉我这么多年对你的教导 你怎么还是个鱼墨脑袋 去 马上别我想为啸赔罪 不然我拿你身份 二叔 二叔 王爷 怎么样 我几乎将城里都翻了个遍了 也没找到霓裳姑娘的落脚之处 王爷 她到底有没有来进城啊 霓裳 你怎么又来了 云霄 我不 不能对客人无益 听见没有 你们老板都说我是客人 我不是老板 请问公子来又有何事 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 公子有话请说 霓裳 可否建议不说 霓裳 霓裳和公子并无私交 店里的事就是大家的事 公子但说无妨 霓裳 你怎么又来了 原香 第二街儿怎么又有蚊子了 快拿经条去 好嘞 我只有几句话想对你说 可不可以先跟我到门外 你干吗呢 光天化日之下 别给我动手动脚的 你 来来 徐温哥来吧 给我 我们方氏不欢养你 给我出去 给我出去 你承 你承 你什么承 出去 出去 我让你出去 走就走 来日方承 你再承认 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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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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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裳 为何那小子如此执着呀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这 看宫市局井井有条 还是袁大人管理有方啊 殿下过奖了 这是宫市局所有同仁 共同维护的结果 并非下官一人之功 袁大人谦虚了 此次洛王殿下采买的瓷器 添加大为赞赏 不愧是洛王殿下 鉴赏功力果然是一流啊 真正的宝物 都是出自民间 只要你用心探访 便能寻得好物 民间匠人 才是真正的鉴赏高手 本王可不敢鞠躬 洛王殿下还是这么谦虚 此次洛王殿下辛苦了 下官为洛王殿下背下的韭菜 还望殿下能赏个薄面 不用了 本王不过是例行巡视 一会儿还要赶回宫中复命 此后这接风业便免了吧 本王不善酒力 况且也是耗费钱财 于朝廷无异 殿下教训的事下官谨记 你瞧他那个酸溜溜的词样子 白抽架子给谁看呢 还不是看在是个王爷的份上 给他个面子罢了 还真以为是要巴结的事 不是太拒 此人确实令人厌恶 可天家偏要派他来督管宫市局 只怕是以后不好摆弄啊 好看吗 来来 随便看一看啊 随便看一看 请问老板 这个怎么卖啊 方才有人给我出这个数 我都没卖给他 姑娘 这是喜欢 这手串又配姑娘 三千 您拿走 三千 这么贵啊 老板 我们不要了 如此精美的手串 也只要姑娘您能配得上 那我就快个玩 两千 你这个手串值两千吗 这可不行 你们方才弄脏了这个手串 就必须买 哪儿弄脏了 你看看 这分明就是弄脏了 你这强买强卖 给钱 我不要 给钱 你们就是弄脏了 我不要 不行 你们不拿走 给钱 给钱 你这手串分明是仿卖的 最多值一钱 为何要骗这两位姑娘 我 把钱拿好 手串我拿走了 是是是 公子您请便 送给你 苏公子 这个我不能要 好 霓儿 那年你离开京城 我还来不及和你说一句话 如今好不容易再相见 就连你认识我这件事情 都不愿意承认了吗 苏公子 霓裳是淮州人士 这是第一次来京城 你真的找错人了 对不住 你包起来吧 不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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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忍不住 非忍不住 难道是我认错人了 蜜长啊 你当真不认识那个苏公子 可他怎么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呀 你当真不认识 你别问了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去进货 去进货 刚刚那个手串倒是给了我启发 咱们呀也去进那种贝壳 树皮 还有那种磨圆了的彩色小石头 做成手串来卖 太好了 咱们可不用卖这么贵啊 一剪两个就够了 那边就有 霓裳 你等等我 咱走吧 宝爷 您怎么了 宝爷 小秦姐姐 你昨夜是不是偷偷待客了 哎呀你等等我 听我说 若你没有见到月神婆婆桂花蜜粉 今天你的脸 为什么会那么的粉 那么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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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王爷 王爷 小璐 再贫嘴 我就把你派到庄子里去 王爷 我 我就是跟小秦姐姐聊聊天 您怎么也偷听啊 你奉承人太过恶心了 乌人双耳 要不然我才懒得怪你 不过 小璐说得确实没错 小璐今日确实娇俏了很多 兴许是因为心意上的缘故 颜色好看就衬得肤色好看了 说得确实没错 这身衣裳做工确数上成 而且价格还极为公道 奴婢在西郊的一家小店制作的 好多人都慕迷而去 也都充价格便宜 还有霓裳姑娘的手艺好 霓裳 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玩手啊 王爷 这 真的不怪我呀 我 我真的将全程我都翻了个遍啊 我真的没想到 他会在那么一个小作风里边 王爷 我又不觉得 怎么就拿马村 你慢点啊 没事 方氏制衣铺 大量仿制我苏氏的款式 且以低价出售 对我苏氏造成重大损失 今日我来呢 是想通知你们 立即停止仿制我家的款式 如若不从 我将报由官家处置 你 你 方氏以后不会再仿制别家款式了 霓裳 霓裳 公子说得有理 仿制别家成衣终究是切人心血 我们深感惭愧 今日公子提出 给方氏机会悬崖勒马 霓裳感激不尽 单凭你口头保证 本公子不能信服 从今日起 我将每日前来 监督你是否言出弊性 公子若闲请便就是 霓裳 你真的答应 不再仿制我家款式 今日之事 就算公子不提出 我也考量许久 靠仿制别家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方氏需要自己的风格 霓裳 不行啊 如果停止仿制别家 咱们生日都躲不下去了 对啊 咱们大部分的主顾 都是拿着别家的款式 来让咱们照做 咱们如果不仿制的话 他们以后就不来了 就是 好 有志气 那既然如此 我会每日前来 盯着你 你就尽管来 反正我们家也没有你的分 霓裳 你可想好了 我们真的要 要 靠模仿别家 我们就永远是现在这样了 还会落人口实 只要走出自己的路 方氏才会有新的田地 我先走了 你去哪儿啊 去采花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你留下来看店 你看好他啊 好好看店啊 你 stroll 你在啊 那这个店 里有 Whats ya 我们ch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你连块布都整不平 我要是客人 你看都不看我就走了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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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什么王 隔壁哪有幸福 走走走 王爷 来 王爷 来来来 二位不必多礼 快请起 你我也算是舅交 平日里一直留意着你们的消息 见到你们平安无事 本王就放心了 云锦庄的事情 还望节哀顺变 多谢王爷 可惜王爷错过了 霓裳才刚刚去山里采花了 霓裳也一直惦记着王爷呢 那本王就不得打扰了 日后有什么难处 尽管到洛王府找本王便是 王爷慢走 你为何打完 我让你胡说八道 霓裳何时惦记王爷了 那本来就是嘛 霓裳总不说 还欠王爷一套冬衣呢 那霓裳惦记的是东医 也不是惦记王爷呀 你为何又打完 我怎么又打你 叫你胡说八道 真 每天只知道打打闹闹闹闹 还不赶紧干活去 干干活 干活 干活 我这穷的都要喝死北风了 我可不养闲人啊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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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霓裳 八道 平 Stick 你 cros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分别的三个月就不记得在下了 王爷 你怎么会来这儿 这我倒要问你呢 既然你来了京城 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 我可是付过定钱的 你不会想要赖账吧 抱歉 都怪我当初走得太匆忙 若我在的话 多些人手 也许你师父就不会 不 这怎么能怪王爷呢 若云警庄没有出事 应该会继续留在那里 继承你师父的衣钵 实在可惜 此一时彼一时 谁又能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唯有朝前走 一直走 走到没有尽头罢了 霓裳姑娘 果然非寻常女子 王爷过誉了 或许对其他女子而言 温柔 贤淑 会是最好的赞美 但对我来说 果断 勇敢 兴许才是最有用的 那你之后如何打算 我想好好经营方式 在京城立足 要我看啊 你不应该把眼光局限于方式 更应该一点一点地 增加自己的资历 这样呢 才能为将来做大做强 奠定基础 我也是这么想的 静音方式 绝不仅仅为了维持温饱 我有责任将它发扬光大 王爷 到了 屋里简陋窄小 就不请王爷进去做了 在外人面前 还是称呼我为欧阳公子吧 不然你私底下 与一位闲散王爷有来往 有心人可是会说闲话的 对了 听说你们颇遭同行嫉妒 他们嫉妒他们的 我做好我的便是 不对 再强大的人 也要避免为自己树敌 更何况现在的方式 还不够强大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你们现在接的订单 是否忙不过来 现在店里人手不够 但是主顾却是越来越多 将订单的部分工序 分给同行一些 他们若做得合格 你们便收获 这样同行们有了一定收益 便不会再诋毁和排挤你们了 这样一来 你们也可以轻松一些 腾出手来接更多的订单 此方法甚好 我们可以只管画图 至一嘛 只需量好尺寸 交给别人来代工 分工合作还节省了时间 不过 刺绣还是得我们自己来 依我看 你们完全可以拉拢 这城中的中小制衣铺 形成结盟 一个方式力量虽小 但许多个方式加在一起 完全不比那些大商户差 甚至可以直接跟他们抗衡 只可惜现在的方式实力不够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好吧 那时候也不早了 我就先走了 改日再来看你 欧阳 不 欧阳公子 稍等我一下 这给你 这是什么呀 这是之前在云锦庄 你让我绣的卷子 别忘了 不知可否为在下 绣一个山茶花的绣品 卷子汉金都可以用 多谢姑娘 还有 能再见到你 我很高兴 能帮到你 我也很高兴 因此姑娘不必客气 那 我走了 刘晓 你干什么呀 怎么生气了 你自己看 掌柜的在吗 这位漂亮的姐姐 您是来我们家做衣裳吗 承天 元香 进去 快进去 进去 你快走吧 我们不做你的生意 舅妈 听见没有 你快走 怎么了 舅妈 她是天香楼的舞姬 近几年没人捧场了 听说天天走到大街上拉客 简直是不知羞耻 我们这清清白白的 真丢不起这个人 不管大嫂怎么说我 我都可当听不见 毕竟满大街都这么讲 也不差你一个 其实我说得不好听 那就请回吧 舅妈 您别这样 霓裳 咱们还没冲到那份上 要借这种人的活 咱们先听客人 把话说完好不好 不知这位姑娘 想做什么样的衣裳 天香楼一年一度的舞姬大会 不知姑娘可曾听说过 我们可是正经人 你们这种下酒流的大会 谁还知道 我从小被迈进天香楼 自有习物 也曾经是天香楼 首屈一指的红牌 在那岁月不饶人 容颜见老 也无人在问机 可是我不甘心 我跳了那么久的舞 就想再搏一把 如果能够在舞会上夺亏 我就可以不用去杂艺房 成为教戏 霓裳姑娘 我今日特地来找你 是想请你 帮我做一件舞衣 希望能够惊艳四座 我知道旁人都怎么讲我 但是我叶蓉 行得正 做得端 我除了跳舞 没有什么别的本事 但是也绝对不会做那些 不散不死的勾搭 霓裳姑娘 不知你可否愿意帮我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 最后一次机会了 如果抓不住 我们今天已经可以估讨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注